通識道上,的士自救要upgrade電照額掘高檔客員 明報專訊,在法國2000輛的士遊行抗議 最後演變成暴力衝突收場後兩星期 星期一,上班時間,香港也有百輛的士遊行抗議 在政總前雜難飯碗,同樣是因為不滿電照額別搶生意 翌日再到立法會七夕工廳會吐苦水、雪業界生意因而下跌兩成的 的士業界在連串行動之前,其實曾委託李大方蛇做研究 不過研究結果看來沒有為的士業界提供多少抗爭的理據 負責研究的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副教授洪永達博士說 業所填補的,其實是豪華的士的市場 這是現今服務質素參差的的士 所無法滿足的錢不成問題效率服務 最重要今年1月至3月 洪博士和他的團隊展開研究 親身試用於500次這寫新興的電照額 逐架燈車調查 發現最具殺傷力的,不是call的士 call for van 而是比的士更高檔的商務車電照服務 月在2011年的美國舊金山首次啟用 不足五年,現在已擴置全球250個城市 大約一年前,開始進軍香港他來香港之前 曾經接觸過香港的士業界 但業界不認為合作有什麼好處取代跨國公司車隊洪博士說 也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經營手法 因地製異,至今,業在香港共提供三種網上服務 call的士的語呃taxi call商務車的語呃blackwall call客貨車的語呃van 在進軍香港時 其實本來打算一如他進軍其他城市一樣 先供的士市場 不過,業無法在香港的士市場分一杯羹 一來,內地的call的士快的app以搶先一步登陸香港 二來,香港的士市場之中 本來就有一群八折黨搶正規的士生意 八折黨甚至有自己的司機和熟客網絡 業務其實搶佔不到根據他們的調查 使用業務測試手機程式的司機 很少以此為主要接客的平台 而他們的收入亦大致上與普通的士司機差不多它說 所以現在業界不滿的 其實更多是業務black和業務van業務black 其實還電照的士 不過所照的車是以豪華房車為主的商務車 司機一律穿著整齊 收費比的士明顯昂貴 而且價格會隨需求大小而波動這次燈車研究 若black派出的車 有六成是Trout Alfred Benz S-Class 二佔三成至於收費 基本二三層架構計算 以研究那段時間為例 基本車費是35元 距離收費是每公里9.32元 時間收費是每分鐘2元 最低起步費是50元 YouTube black 在香港搶的士 upmarket 高檔那車這些人 大多是高級行政人員 公司原本有車接送 現在都不養車隊了 轉用這些ups當然了 養車養司機 很多所需錢要花 司機病了又要找提班 現在 你在up找車 一分鐘就有回復 車種任選 要什麼名貴車都有 什麼場合就用什麼車 為什麼要自己養車養司機 豪華的需求達政府 毛根進洪博士認為 若black所反映的 是豪華的士的需求 其實很大根據部分司機講述 它們每大概有五萬元以上的收入 在節日期間 它們一日甚至可以賺五千元 十二月的收入可達百萬之不過 交支會雖然多次討論 新增豪華的士牌照 但政府未曾跟進過 這建議很合理的 全世界所有大城市都有豪華的士 單單是香港卻只得一種的士 導致只能做到某一類型的客 現有發牌的制度下 車主當然想加價 司機卻想減價 這樣才可有多點生意 於是 現在的的士表價其實偏低 司機選客 服務有差異不犯法嗎? 的士司機的抗議行動 衝著2月black而來 指責政府沒有積極打擊 變相鼓勵者 沒有牌照的私家車接生 而不過 因為車費直接在信用卡扣除 並沒有即時現金交易 這些司機看來並不擔心法律問題 信用卡付費責任模糊要使用2月black 一般要先下載手機程式 登記個人資料如電話號碼 以及信用卡資料 每次叫車 輸入燈車地點與目的地 決定叫車前 手機程式會事先計算大約所需 金牙下車後 乘客無需付錢 車資會直接在信用卡扣除 雷雄博士解釋 再信用卡扣除的錢 事由與別收取 然後再分拆給司機這個過程 究竟誰要負法律責任 仍有爭議他說 現行法例對以任何形式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承錯以取售方式在客的私家車 以有明確的規範和法則在香港法例底下 只有兩種車可以在客取售 一是的士 二是出租車 例如酒店或旅行社接送客人的專車 其實都會收取客人費用 不過 這類車在香港僅約一千部 絕大部分月別black的車 都不是出租車者者肯定是白牌車 司機最大風險 因爲他們用車載客 但沒有合法牌照但Uber究竟有沒有法律責任 香港政府就要想清楚 他們犯了哪條法例記者 曾嘗試聯絡Uber查詢有關法律問題 致直稿前未有回覆遊走灰色地帶不止在香港 而在世界各地其實同樣在灰色地帶遊走 不停受到法律挑戰 不過 不同國家對他是否非法的看法不一 例如德國一度禁止Uber的商業運作 法國在的士司機遊行發生暴力衝突後 也即時頒令禁止Uber提供服務 但另一方面 多倫多政府代表出租車業界 指控Uber是一間出租車中介公司 旗下司機必須持有的士執照 但法院卻推翻禁制申請 至於指示通訊公司把乘客和車輛配對 法牌制不佳服務參差的士服務質素參差 要靠業界自動波改善 並不容易 有些人將此歸咎於制度僵硬 尤其法牌制度一直讓司機沒有動機 提升服務質素前運輸儲署署長 現於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任物流及運輸課程中心總監的陳遠德輝 負責的教學課程有一課就談香港的士系統 香港的士發牌制度 是不佳的早期 香港的士由警務署長發牌 以配額形式向的士公司發出牌照 據陳太所說 1951年 香港只得約300部的士 交通網絡不完善 白牌車大行期到1964年 政府開始以招標方式發出的士牌照給個人或公司 加高者得 牌照並沒接年限80年代 政府每年發出如千個的士牌照 至1997年7月 當局共發出18000個的士牌照 當中近3000個士信街的士牌照 以及50個大嶼山的士牌照及後 政府沒有再為的士牌照公開招標優化制度 應設年限因為價高者得 牌主付高價投得的士牌 加上沒有年期限制 讓的士牌照變成了一種資產陳太說 要優化制度 首先該設年限 好處有三 第一,可以持有牌照的日子縮短 排價就會下跌第二 這樣可以控制市面上的士的數目 金融風暴時 搭的士的人少了 的士數目卻與以往一樣多 但沒辦法 政府收不回來 他認為 年限可以是8年 都是行規了 的士一般過8年就會換身車 因為往後的維修費就很貴 不過,這只能再發新牌時才增加的條款 雖然政府最近說會再發25個大魚山的士牌照 但18年才發25個牌照 即使加入新條款 所能起的效果其實也肯有限 如果在七零、八零年代時早 就不會弄成現在這樣資料指發公司牌照以監管 另外,牌照可以只限於法級公司 這樣政府可以更容易監管 發牌時可以加入條款 要求的士公司的車隊是什麽車款 提高什麽服務 現在什麽都沒有 至少也該可以載老人 殘障者罷 巴士有地台 地鐵有升降臺 交通工具港球無障礙 的士居然沒做過什麽 甚至他在乘輪椅的人網絡提升競爭力 這一邊相 的士業界反對白牌車槍決 另一邊相 市民卻對飯碗不報的的士司機不大同情 幾乎人人都有一堆乘車受氣的經歷 陳太認為 業務事件其實對的士業界是有啟示的 趕走了業務 然後又怎麽樣呢 真正的問題 可能是的士業界也要想方法自救 提升服務質素 他認為 現在已是互聯網的時代 我常說 年輕人購物都去網上了 運輸是不能不想這方面的如何掌握顧客需要 從而增加生意額 很多大型超市都用數據做銷售策量 的士都有這需要 巴士都應該要 貨車都要 個個Van EasyVan 不也是讓業界打曬架 搞合靠兩大商會他雪 業的成功 就是利用網絡提升競爭力 的士業界也可以做一個平台 一來可以收集消息 什麽時候哪個區域需求大 這樣生意就多了 另外也可促進旅遊業 客人上車 還未想好去哪裏吃飯 可以請客人上這個App App有介紹 選好了 再在他去旦時 香港的士排照分散 司機又不從熟車行 即使時商會也有幾十個 要業界攜手搞合 是否太難 不回 只要一兩個大商會肯搞 就足夠問陳家民圖資料圖片 網上圖片編輯紅衛兵 母號雙斜線 www.facebook come sunday mink pay 約50名的士司機於7月6日 發起萬洗遊行 駕駛數十部的士前往金鐘政府總部 不滿有手機應用程式以私家車或客貨車經營 在客生意 影響業計生計於50名的士司機於7月6日 發起萬洗遊行 駕駛數十部的士前往金鐘政府總部 不滿有手機應用程式以私家車或客貨車經營在客生意 影響業計生計於50名 其實像電照的士 不過所照的車是以豪華房車為主的商務車 收費給的士明顯昂貴於50名 其實像電照的士 不過所照的車是以豪華房車為主的商務車 收費給的士明顯昂貴於50名的商務車司機一律穿著整齊 客人大多士高級行政人員 香港的士司機抗議以越迫撲形式營運的出租車 6月底 法國一群的士司機抗議以越迫撲形式營運的出租車 7月6日 香港的士司機發起萬洗 遊行的士貼上標語 速請政府打擊照車 握撤飛法在客 7月6日 香港的士司機發起萬洗 遊行的士貼上標語 速請政府打擊照車 握撤飛法在客 越迫在2011年的美國救金山首次啟用 大約一年前開始進軍香港 越迫在2011年的美國救金山首次啟用 大約一年前開始進軍香港 賭ith 天輪 感谢观看